大家好,我是五一张鹏 今天呢,为大家分享一个调理呕吐的方法 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可能吃东西不注意 吃多了,吃快了,吃急了都会出现 另外还有一些人会出现莫名其妙的不舒服 或者闻到一些刺激的硬的气味也会出现呕吐 还有一些人坐车,空气不流畅 或者有点运车,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出了以后呢,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而且难受 那么我们练习下面这个点按内观 这个区域能帮助我们快速的缓解 好,首先找到位置 在我们的掌横纹 掌横纹这里,用你的手放着并笼 好,三指贴着掌横纹的并笼 在你的三指下方,好,去点按 正好,第三个手指 点按的话 我们在这里按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点痛 要轻轻的去给它一点点的加厉 不要用力过猛 非常的有效啊 碰到AUTO了 你就在这里轻轻的给它点按 大概做个三到五分钟 就非常的好使 而且能缓解 好,点按一边三到五分钟以后 换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找到你的掌横纹 大拇指贴着 好,三个手指并笼 好,第三个手指 大家可以看到第三个手指的位置 就可以点按三到五分钟 UO图的可以试一试 一般情况下你出现这种现象的 还是要调理调理自己的胃 注意保暖 可以给胃进行热敷 喝一些热的红糖水 都有很好的帮助 好,点按完了以后呢 就可以三到五分钟 出现UO图的人 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进行调理 今天呢 就付给大家讲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方评论 留言或者私信和我进行交流 谢谢